第一军情作者 志松 而这或许只是为战斗民族未来,可能遭遇的麻烦拉开了帷幕。据香港东网3月18日报道,美国趁俄罗斯今日举行总统选举之际,于周六十七日派出登陆舰奥克希尔号到访,曾与俄罗斯爆发战争的格鲁吉亚,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随后发声明表示,美国派出战舰到达黑海地区,是为了展示保护北约盟友的决心。 另据塔斯社报道,俄罗斯中央选举北援会称,其信息中心在总统选举日当天18日遭到黑客攻击,俄众选委负责人表示,在此之前,其网站也遭到攻击,攻击员来自15个国家,无论是军舰到访,还是黑客攻击,可能都不会给俄罗斯的国内政治局势造成太大影响,也不会改变什么。 但是,如果将其砍成一个信号,就绝对不容小缺了。 加之日前美英等西方大国的陆续出手,无论经济制裁,还是驱逐俄罗斯外交官,我们都不难看出,俄罗斯的麻烦来了,就在路上,接踵而至。 由奔西九毫不讳言地指出,普京将面临一个最有挑战性的六年任期,从政治上来看,美英都已出手,都干过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破事。 当然,俄罗斯给予了还击,但这已经反映了俄罗斯同美英关系的严重恶化。 同时,需要注意的是,美英使西方世界的扛靶子,所带来的影响不同反响,不出所料的话,还会有更多的国家,加入政治孤立俄罗斯的阵营,甚至导致和西方世界陷入新一轮的冷战。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,并且无法避免,事实已经初步形成。 从经济上来说,美国刚刚追加了新一轮对俄制裁,而欧洲国家也禁随美国,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。 如果俄罗斯同西方世界,尤其是美国的外交关系迟迟难以突破,经济制裁恐怕就很难取消。 况且,经济是俄罗斯的软肋,美国一直试图通过这个软刀子干掉俄罗斯,怎么可能轻易做出让步,如果战斗民族不割肉类狼? 这个问题基本无解,或许,这对俄罗斯的伤害一时半刻,还在可控范围之内,但长远来看恐怕会伤心动骨。 从军事上而言,美俄目前集中发力的地方,除了传统的北约等阔,主要就是叙利亚了。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,美英法特种部队,已经潜入叙利亚,从代理人战争也念为卷入战争。 同时,地区性大国土耳其,就因为扛不住压力,标示5月前将撤军叙利亚,显然是山羽欲来的节奏。 届时,一旦正面冲突爆发,西方世界联合起来找俄罗斯不愉快,战斗民族恐怕也是双全难敌四首,叙利亚的局势还远远没有终结。 这对俄罗斯来说,就是始终存在的军事风险,而且不可控。 因此,无论政治经济环,是军事,俄罗斯的未来都不是乐观。 虽然俄罗斯非常不情愿,但与西方世界的全面对抗,确实就在路上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俄罗斯已经被逼到了死胡同,除了被迫还击没有任何选择。 所以,黑客攻击大选,以及美国军舰示威,除了其本身的不友好之外,都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。 那就是,俄罗斯,你的麻烦大了,声明,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,为尊重原创,转载请标明出处,微信公众号转载,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,敬请配合。